隐藏式门把手 37英寸一体式三连屏 零重力女王座椅 还有下沉式可变后备箱 AI大模型 你以为今天要说的是一台新人车吗 不 这是一台燃油车 兄弟们今天我们来看一台 长得很像新人车的纯油车 长安第四代CS CS75plus 那这台车过去在我们消费者心中的口碑 一直都是不错的 从2014年CS75系列上市之后 它的销量榜单一直都是在SUV市场里面排行前三的 10年累计销量超过260万辆 可想而知 消费者真的是用真金白银去为它的投票了 而这次第四代CS75plus 它的这种拼劲也是右眼可见的 它在努力迎合现在消费者的一些喜好 一些需求啊 最明显就是设计可以看到它的外观 真的是很像一台新人车啊 使用了现在新人车很喜欢用的 贯穿式的灯带 还有这种无边界的格栅 这种感觉就很类似啊 而且在两边还使用了这种横条的灯主造型 去给它点缀 所以本身这台车的车宽就超过了1米9 所以从正面看 它那种体量感真的是蛮大的 这也使得它气场真有那种中型车的感觉 但是你来到侧面 它是有努力在克制这种感觉的 包括它的腰线以及轮毂造型 还有它侧面的线条 都是想让它的侧面看起来更加的健硕一点啊 但是如果你把它的后排车门打开之后 你发现它这个空间完全就是中型车了 因为它的轴距来到了2800毫米 另外看到它车顶又是比较平缓的 这种车顶的设计 并不是那种溜背造型啊 所以对于车内的空间啊 想象力很足 我们接下来到车里面看一下 进来车里1米8的我可以看到了 腿部空间两拳多 头部一拳两指左右的空间 真的是蛮充足的 而它的座椅 刚刚我上车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你看按下去是很油软的 但是又具备一定的支撑 这样坐着真的蛮有那种大沙发的感觉啊 另外它的配置又是很充足的 可以看到前后跑都具备了座椅通风加热啊 这可以说是通机足有的 另外通风口充电口 门板还用上了这种类脊皮的材质摸起来 真的是蛮舒服的 以及它的地台是几乎全屏啊 即使在满载情况下 本身座椅也够柔软啊 后排舒适度依然是可以给到一个豪评了 另外它的后备箱潜力也很足啊 本身在下层式后备箱开启之前就拥有610升 如果再把这个后排座椅放倒也是很足够的 如果在满载的情况下 它这个下层式后备箱放下去就可以形成725升了 整个扩涌面积对我们日常使用上下班或者是除个拆 真的是蛮足够的 如果储物空间能再更多一些就更好了 因为它这个门板这条缝呢 是和下面是打通的 真实的储物空间就只有门板这个放水的位置 但来到前排变化更大 可以看到37英寸一体式屏幕 环耀式的收藏加上这种橘色的内饰 整个家用感科技感坚固的在这个级别已经是很不错了 另外这次它还从之前的推杆变成了淮胆 所以中导区域这种空间也更好的释放出来 现在两个手机的储物槽 下面也做了一个很大的掏空 放一些物品也是很方便的 只不过我刚刚发现这个扶手箱 开启的方式是要从两边去开的 就用起来没有那么顺手 如果在中间做一个凹槽 这样子用起来的 开起来的会更加方便一些 另外就是这次它还用上了零重力女王座椅 可以看到这个安全带和座椅是一体的 这才是真正的零重力真正的女王 对于安全性的考虑也会更加的好 而这次因为我们探电的这台车它是没有电的 所以屏幕的功能性就没有很好的给大家展示出来 但是我之前我的同事好景已经试驾过了 给到我的体验也是蛮惊艳的 因为它本身有一个超级桌面的功能 可以使整个的界面更加的简洁 功能性丰富度流畅性这个都有保证 而让我最意外的是 它还搭载了驯飞的AI大模型的功能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语音助手 平时开车带着孩子 突然问到你一个问题 没有转过来直接就问它 就可以完美解决了 那最后就是动力层面了 第四代长按CS75 Plus 这次DAS带了新一代蓝金发动机的 都知道过去的蓝金发动机 在消费者的内心口碑一直都不错的 而这次它是首发了500瓦高压直噸技术 要知道同级车型一般都是350瓦高压直噸的 那这就可以使得它的发动机 物化能力更好 使得它在1500转就可以爆发 峰值扭矩310牛米 而它的最大功率现在也来到了141千瓦 整个的动力性能都是有了不错的提升的 而对于它的爱信8AT 过去在平顺性可靠性 这个也已经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了 只不过对比于目前它的两个主要的竞品 新月L 瑞虎8L 这两台车主要的发动机还是2.0T 那长安也在想办法去弥补 所以这次它是全系标配了L2级的辅助驾驶功能的 除此之外它还有50米 循迹倒车 APA 大克勃车 这些功能去打造第四代长安CS75 Plus 这个设计智能化的标签 毕竟现在同级别的车型 虽然已经燃油车越来越少了 但是留下来的推出的那些新车的实力都不小 像我刚刚提到的两个 新月L 瑞虎8L 所以长安CS75 Plus 这个车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动作 而在当下的这个市场环境 价格也是往往会决定 也是吸引消费者的最重要一个部分 那第四代长安CS75 Plus的预售价 那接下来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如果大家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 目前在全国大多数店都已经到车了 大家真的是可以到店里面试驾一下 毕竟试驾又不用钱对吧 亲身感受一下试一下 这才是不是你真的喜欢的车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海灵 我们下一期再见